气势磅礴的军乐队隆重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到来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总统贾帕洛夫 12日亲自欢迎这位遭到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的头号通缉犯 事实上这趟旅程是普丁从今年3月被通缉以来 第一次踏出国门 而吉尔吉斯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且和莫斯科的关系一直以来也都十分紧密 普丁与贾帕洛夫在会谈中打成共识签书文件 将双边贸易额的下一阶段目标设定为5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1600亿左右 此外在俄乌战争情势焦灼之际 普丁还意图透过此行寻求友邦的军事协助 而吉尔吉斯当局也欣然接受了莫斯科的请求 贾帕洛夫表示两国的区域防空系统将有效保护共同领空免受威胁 并且促进双边军事合作 此外普丁这趟出访预计还会与小老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以及其他区域领袖一同出席独立国协峰会 华语新闻学院传统卢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